HELLO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民当家 我是婉伦 我是李欧 老师是业界唯一实地走坊产业的分析师 业界唯一业界唯一 赶快拨打02-7725-1500 大步向前加入我们的团队 其实收整这些资料也很辛苦 请勇敢的按赞、订阅、留言、分享我们的影片 首先要恭喜今天的9958 世纪高、涨4%强啦 团队获利47%哦 老师你昨天怎么休假呀 昨天我们去拜访一家特别的公司 那这家公司呢 其实它就是在底部横盘整理 但是呢 它做的产品是非常不错的 做这个医疗器材的负压的气垫床 哇 还有做什么呢 这个伤口的负压治疗机 但是这家公司 它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阶段 需要一点时间 那以后再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可是说实在的以它的这个股本 照理来讲不太会超越 可是因为它是放在新贵里面 投资朋友要知道交易新贵的股票要很小心 为什么 因为新贵的股票 一股 它的权利 它出价权利 跟你买一张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一股哦 如果我们在股票市场上 你交易一股 你的这个交易的位置 跟买卖一张的位置 它是分开的 所以你没办法影响到那个市价 可是在新贵 它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如果说这股票 它的交易量 没有那么热络的时候 或者说成交量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其实一股 它是会影响股价的 一股会影响股价的 但是新宇航空短期 因为市场热度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人冲进去 那冲进去很多 那价格就混乱 很容易就是 挫价被拉抬很高 因为你买新贵股票 它穿价又可能不成交 既然穿价不成交 大家就要用市价敲外盘 所以就容易高估 去买贵这个股票 而且大家知道 新贵的股票 新贵的股票 它的这个交易时间 是到下午三点 好 那交易到时间到下午三点 越往这个尾盘 越接近三点 你越不要去追高 为什么 因为它隔天的开盘价 是用当天的均价 来当的开盘价 所以假设今天股票 从这个50块涨到100块 可是隔天开盘 它不是从100开始开 它是50到100块 中间这个均价 假设75块 它隔天开盘是开75块 那如果你是后半段才买的 你买到80 买90 买到100的 那隔天就直接开低了嘛 是 所以我想 投资朋友在交易新贵股票的时候 都要特别的小心 留意这个风险 留意起来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 这个未来的方向跟趋势 到底在哪里呢 什么是底盖股将成主流啊 我们看到很多 最近吃喝玩乐的概念股 饭店观光餐饮啊 甚至于连这个航空都涨翻了嘛 是 对 真的涨翻了 真的非常的狂 那很多人看他不顺眼 我建议大家 你也不要去放空他 我原本以为老师说 哎 那就勇敢放空 不能去放空他 我们不会去放空股票 那他的上涨我们都尊重嘛 重此我们认为短线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但是他这上涨是事实嘛 可是我们在看这个股票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一个长线的趋势 那我们分享给大家的比概股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什么是比概股 有凭概股吗 没听过比概股吗 也不是比尔盖茲吧 比概股就是比亚迪概念股 电动车 对电动车 那为什么我们会分享这样子的股票呢 好 昨天来看一下 这两位阿伯 我记得 是谁呢 是那个 我们的巴菲特跟他的好朋友 四个字 查理芒格 没错 好 那这两位阿伯 其实都已经90岁以上了嘛 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分享过 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关键的话 他说当他遇到查理芒格 他才从原变成人 所以查理芒格对于他而言 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生导师 也是在投资路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导师 好 那重点是为什么今天要讲比概股 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个查理芒格跟巴菲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 因为在一个公开场合 就昨天 昨天晚上 一个新闻讯息 查理芒格他说了 他说他比较看好比亚底好过于谁 好过于特斯拉 为什么 大家会有印象啊 奇怪最近不是这个波克夏的这个公司正在这个出托比亚底的一个股票吗 那为什么他还这么说他看好比亚底超过于这个特斯拉呢 哇这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比记起来 因为他们赚很多了嘛 他不是不看好他只是稍稍的减码一些些获利了解 当时这个波克夏在买比亚底的时候港币只有8块钱到现在 当时他买2.25亿股到现在部分股票报酬率他已经超过33倍了 33倍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天啊 就是33倍啊 赚很多啊 却翻了嘛 好但重点是为什么他看好 因为我们知道特斯拉全球的这个汽车在全球各地都出现一个大降价 就今年1月份的时候出现一个大降价 对啊 欧洲啊 但是比亚底 他说比亚底是在涨价的哦 一个是在降价一个是在涨价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差距 去年比亚底的汽车销售就已经超过186万辆了 当然这里面包含油电混合纯电的是91万辆 但是新能源车这一块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做纯燃油车 他只做新能源车这一块 其实远远的超越这个特斯拉去年的130万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比亚底正在快速的崛起 而且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说比亚底今年的目标是多少 今年的目标400万辆 非常非常多嘛 而且说再怎么样 特斯拉 都也超越300万辆 对啊 那特斯拉今年多少 特斯拉他说他现在的订单是他产能的两倍 因为他大降价嘛 可是他今年目标反而预估也才180到200万辆 比亚底是他的超过一倍以上 他是400万辆嘛 难怪要投资比亚底概念股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概股啊 哇这个是未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夯的一个股票 相关的概念个股是非常夯的 而且现年99岁 查理芒格已经99岁了 将近100岁的阿伯教了我们这样子的智慧 好他说他非常的称赞比亚底 他说这是我迄今最喜欢的股票 从他买进之后到现在最喜欢股票 如果是我我也很喜欢我也很开心啊 最喜欢的股票 因为赚33倍嘛 当然喜欢啊对不对 他说这是他工作 在波克夏工作这么多年以来 他说他没有进行过能够 底肩比亚底的这个投资 也就是他认为这笔投资啊 是他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那这样的话是团队获利330%吗 3300% 应该是33倍 好所以他还大赞 这个比亚底的CEO王传福 他说他是天才 那也是工作狂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形容跟谁很像 就跟特斯拉马斯克是一样的 因为马斯克也是天才 而且也是工作狂 就住在工厂 好我们可以知道 当这个查理芒格 巴菲特导师都这么的看好 你就知道你一定要认真的去观察 认真的去寻找 了解这些智者背后的选股逻辑 打入比亚底的概念股有谁 就是接下来的潜力股 好那9942茂顺 就是其中的一档啊 他已经拿到这个比亚底的 这个车子测试的订单嘛 比亚底是中国最大 中国有前20大车厂当中的6家 已经三家里面 已经进入量产 三家正在送样测试 而比亚底就是未来 他的一个相当大的 相当重要的客户 因为第一阶段爆价 爆价通过了 那接下来打入的 这个机会就大幅提高嘛 因为人家接受他的爆价嘛 他重点是你的产品能不能用 当然可以用啊 可是口说无品嘛 必须要怎样测试 好那测试经过三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如果都测试过没有问题 那现在就是在测试阶段 预计今年 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 会测试完成 那完成之后 当然比亚底就有机会 开始做一个下定单的动作嘛 有产品需求耶 而且股市股店高 而且我们之前有说过很多次了 我说他的产品真的非常厉害 那你说测试会不会过 我个人认为测试当然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经验丰富了 来你看一下 不是只有我们说这家公司好 你看这篇文章 1月18号是财讯写的文章 特别强调是财讯写的 是 如果你要看完整文章 你就是去买他的杂事 好那我们只是引用 好你看这个茂顺 他专攻高价油风 搭上电动车热潮 上市20年从未亏损 好正确的来讲 47年了 他是创立46年 从来没有赔险 上市大概是21年左右 好他现在是全球前五大 前五大 而且已经经过47年的努力了 好重点是 来我们看这个画面 你帮我放大 他从最小的 最小的10厘米 最大的1米半的油风 全部都可以做 而且他供应的是 全世界的这个大厂 包含像宝石杰 Hoch 宾市 BMW 丰田 连F1赛车 来给我想到那边 赛车是跑得很快 没错 连赛车 这个高转速 他的油风都可以撑得住 可以经得起 耐他的高温 然后耐他的高转速 那电动车对他而言 小菜一叠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呢 来帮我放大这画面 我们之前其实都讲过了 为什么他的毛利率会比 平厂的产品 燃油车产品 平均毛利率还要多10%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燃油车 你知道这是董事长说的 董事长很兴奋的 分享他说燃油车 可以用到油风产品 高达100多项 实际上大概是180项 燃油车是 电动车是180 少一点点 但油风又是消耗品 市场稳定嘛 转速又多两倍 所以技术要升级嘛 好给我小孩们 所以技术升级 就会带来什么 高毛利率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好那如果我们从月线的架构来看 很多投资朋友看股票 喜欢用技术分析 来你仔细看一下 右下角有两戳 叫什么 放大量嘛 对不对 那你看左手边 152 2014年4月份 那时候成交量 是比现在来的小 现在的成交量 这两戳 是不是很明显的高于152 当时的成交量 没错吧 来给我小画面 是 量先价型 没错吧 对 价还没有动 成交量先放出来 量先价型 再来是 你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 2014年4月份 当时152最高的那一个月 业绩是2.79亿 去年到11月的时候 已经4.08亿 2.79 vs4.08 4.08是创历史高 那今年 会不会比去年更好 我认为一定 一定比去年更好 再加上我们的成交量 量先价型 而且你仔细看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基本面 你只看技术分析 好 这个自己看嘛 一看就知道了 已经 这个打了这么多年的大比 然后站上了月线的中间 那个颈见位置 已经分都了47年了 对啊 那上市当然是20初头年了 是 可是你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好再来 今天不一样 再来什么 今天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尾盘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观察 帮我们投资朋友 在观察 你仔细看一下 13.22分 11秒 11秒这么细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地方 买进 118.5 好没有 它的买进是118 卖出是119 我看到了 120 成交量120 120张 对好 你直接看一下 买是118 卖是119 可是成交 118.5 来给我小画面 代表什么意思 企图星 它是外盘成交的 买118 卖119 它是成交 直接戳外盘 满足最大成交量的价 为这个成交价 好 它是直接戳到外盘去了 代表说它企图星 想要往上 所以后面连续几笔 都119块 好 那接下来 我想投资朋友 接下来几天 就要特别的留意 会不会突然往上 追着攻击 大家就要特别留意 因为 天哪 之前都能看我们股民 当家的同意 就已经有看到企图星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感觉已经看到 好 再来 为什么我说有企图星 你看大盘 今天大盘怎样 跌70点 成交量2100亿 好 价跌量说 大家是有点悲观 有点保守的 所以才需要老师 好 那你看早上杀剧的时候 大家很悲观 以为说不知道杀多少 早上跌170几点 120几点 期货跌更多 是 好 但是 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股票 见龙有 我有看到 当时分享的 我们在Telegram 分享一只恐龙 那只恐龙叫见龙 想说老师也玩恐龙吗 见龙跟这个 这暗示的超级无敌明显吧 你看今天 大盘在往下杀的时候 它是直接 很快速的 判地拔冲 直接攻上涨停板 非常非常的强劲 当时我们买几块 来 当时我们买45.8 46附近 有没有 今天就直接攻上涨停 50.8 如果说 之前有上车的股民当家的朋友 还有团队 今天都是获利状态 是获利了 好 那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现行 其实 真正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股票要涨很多 可是实际上 真正出大量那一天 你才可以起算 大部分的均价成本 是在那个地方 来过小方面 所以 原来是出大量的那一块 前面那个都不用看 为什么 因为前面成交都只有几百张 真正的 报大量换手的成本 是在中间 所以你就从那里开始看 好 从那里开始看 就对了 好 那最近开始 市亨判整理 看起来有点弱 今天突然转强 大家就要留意 接下来会不会开始 新的行情就展开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好 那再来四季刚 同样的道理 你看前面也弱弱的 对不对 弱弱的嘛 那现在开始 今天这根4%上去之后 当然我们有一阵子 没讲四季刚 我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长线直播 去年 去年一直讲 今年1月有讲 10月19号 就跟大家分享了 但是 最近几天我们没讲 不是因为它跌不讲 而是这是一个 长线看好的 下半年看好 下半年非常好 对啊 明年会更好 订单都看到202差点 那你就是持续抱着嘛 好 那这个不多做解释啊 太茂 可以看前面的影片 太茂 今天也是超级强的哦 你从现行上 你会怀疑人生说 哪里有超强啊 我看一下怎么样怀疑人生 你会觉得哪里有超强啊 明明不是 明明不是说 涨2.4%吗 对不对 我不懂哎 老师 你不会觉得强嘛 那可是你从前面的 这个低档上来 从30.8 12月27 当时我们第一次买进 30.8 到现在已经涨80%了 对不对 来个小画面 很稳健的股票 中间横盘整理 中间横盘整理 对不对 投资朋友一定不知道在说什么 你一定觉得说这股票哪有强 老师解释给我们 你一定觉得说现在横盘整理哪有强 好 我跟大家分享 你仔细看一下 上面这张表格 我看一下哦 今天成交几张 今天成交量 哪一个 2086张嘛 对不对 对 昨天成交量几张 817张 所以我们从今天成交量出于昨天的叫昨量比多少 2.55倍 也就是说今天成交量出于昨天的是2.55倍 那代表的是什么 要出于昨天 我们刚刚有说过 量先价型 对 成交量已经先放大2.55倍了 哇 所以他有转强迹象 所以我说整理进尾声嘛 而且他转强了 你仔细看一下K线图 我们把它放大你就知道 他是不是 今天这一根 昨天其实就有转强了哦 对 昨天的收盘其实就已经吃掉前面 1234567 7根的黑K棒了 有没有 前面都是上一线嘛 上一线上一线上一线嘛 对 就长毛嘛对不对 就冲下去杀下来冲下去杀下来 6个人 但是 昨天就已经转强 红K棒吃掉前面 今天就直接把前面 123456789 收复了 而且还站上去 好给我小画面 所以这个就是转强的迹象 量先价型 因为量出来了 但是价 昨天有转强 今天又更强 而且一红吃掉昨天前天 吃掉9根K棒 对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股票 你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创波段的高点 挂牌的高点 好 当然最高是59.9啦 那我认为 开始转强之后后面还有机会 好 那当然从这个波段已经涨上来这么多了 好那应该投资朋友在网路上 或是在新闻媒体上面都还没有看到为什么它会上涨 涨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今年获益多少都没有人知道 对啊 为什么 好 但是我们在跟这家公司 这个交手很长一段时间 两年前 库民当家的其实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嘛 两年前我们就买过嘛 有酒的 当时两年前我们买17块 一买进之后三天喷两只涨停板 所以我们对这家公司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好 如果你想要知道 接下来它还会再喷多远 喷多远 那到底它是做什么的 我们会找机会去拜访这家公司 然后带大家深入的去了解这家公司 到底在做什么 它为什么会涨 还有它未来的目标到底在哪里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哦 谢谢Leo的分享 也谢谢Leo分享了这么多的个股与机公司哦 0277251500 打步向前加入团队 一面下方的第一个连结帮我点击进去哦 赶快加入团队不要忘了哦 那我们五名当家 下回再会 也记得订阅我们哦 拜拜 拜拜 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哦 就有一档最新演艺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